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撒摩尔记上第十八天 撒摩尔记上十六章一至二十三节 将心献给神 耶和华对撒摩尔说 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 你将膏油盛满了脚 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稀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种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 撒摩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 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稀来吃祭肉 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 你要告他 撒摩尔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到了伯利恒 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为平安来的 我是给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自节 来与我同吃祭肉 撒摩尔就使耶稀和他种子自节 请他们来吃祭肉 他们来的时候 撒摩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告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却对撒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稀叫雅比拿达从撒摩尔面前经过 撒摩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又叫沙玛从撒摩尔面前经过 撒摩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摩尔面前经过 撒摩尔说 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摩尔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 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 撒摩尔对耶稀说 你打发人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息 耶稀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告他 撒摩尔就用脚里的膏油 在他诸胸中告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魏 撒摩尔起身回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 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 找一个善于谈情的来 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使他用手谈情你就好了 扫罗对臣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谈情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伯利恒人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于谈情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宜 容貌俊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稀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魏 到我这里来 耶稀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 并一只山羊糕兜驮在驴上 交给他儿子大魏 送于扫罗 大魏到了扫罗那里 就势力在扫罗面前 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扫罗差遣人去见耶稀说 求你容大魏势力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领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魏就拿琴用手而谈 扫罗便舒畅爽快 恶魔离了他 撒摩尔知道神已经废弃扫罗 他的心意不会再改变 而他必须为以色列高丽新的国王 但是撒摩尔对扫罗有着复杂的情绪 他除了对扫罗感到惋惜悲伤 同时也担心扫罗会为了保全王位 而最终危害大魏的性命 不过无论如何 神的旨意高过一切 人人都必须顺服 扫罗王的时代即将过去 撒摩尔已经高力大魏作王 而从扫罗被废到大魏被立 我们可以学习下列的属灵原则 神看重我们的内心 当撒摩尔来到耶稀的家 寻找要被神高力的人 他发现大魏的兄长们 都拥有很好的条件 从人来看 能做王的应该是这样的人没错 就连做父亲的耶稀也认为 应该由长子受告才对 但是显然神的心意不是如此 神看人不同于人看人 神看人的内心大过一切 大魏虽然年纪小 外形也不高大 却有一颗清洁的心 而这正是神所喜悦的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写道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们心中的思想何等重要 我们若在心中把神放在首位 在乎神 也必被神所在乎 扫罗的问题就是 在乎自己超过一切 我们却要在乎神的心意 并且愿意顺服 这正是神所喜悦的 比一切有体无心的献祭 更加宝贵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是因为他的心 充满自私及刚愎 又被私欲占有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扫罗再三因着贪恋权位而犯罪 内心抵挡神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以至于神的灵 不能在他身上 而当人落入了神的任凭 就会遭受魔鬼的攻击 我们需要对付生命的问题 不要容让黑暗存留 让魔鬼有地步盘踞 虽然大卫并非完全不会犯罪 但是他犯了罪会立刻悔改 顺服圣灵而行 换作是今日的我们 既然在得救之后也都领受了圣灵 就要顺服圣灵 对我们的引导 愿意让神修剪生命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是要叫我们 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好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 亲爱的天父 求你使我敏锐于圣灵的引导 并且愿意甘心顺服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撒姆尔记上十六章七节 耶和华却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阿们 主啊 是的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是的 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 也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的内心 阿们 是的 主耶稣啊 主耶稣你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像你 因为主你不是人看人 也不是看我们的外貌 而主耶稣啊 你看中的是我们的内心 主耶稣 愿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 因为我们真的常常会看一些外貌或是条件 使我们失去了你 主啊 是的 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的赞美你 是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和身材高大 才卷选我们的 主啊 感谢赞美你 阿们 是的 是的 主耶稣 你不看我们的身材 是否高大 而才拣选我们的 主耶稣啊 你能够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能够知道 你是看中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 因为主啊 你是建材人心的主 你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呼求 以及祈求 主耶稣啊 谢谢你 阿们 谢谢主 主啊 你看中人的内心 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而不论我们外貌的样子 求主你帮助我们效法你 爱护他人的灵魂 让我们肢体彼此相爱 感谢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